Hello,大家好,又是我Darren阿伦 那这一个视频呢,讲的就是接下来的之前那一个 那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灵迹 才是四个这个点化的formular,点化的方案 就是夺境不夺人,夺人不夺境 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 那上次讲了这个夺境不夺人 就是赶掉客人,留下主人 那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叫做好像监督者 有一个监督者在 那今天讲的比较容易理解 叫做赶走主人,留下客人 赶走主人,留下客人呢 就是这个夺人不夺境 那我们大概讲一下人跟境 人就是一个自我感 一个自我感,一个主人的感觉 然后境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境界 那今天讲的就是赶走那个主人 让这个客人,让这个客人留在那边 那简单,这个方法 这个formular呢,就是说 允许那个清静的那个境界在 那个喜悦啊,那个狂喜啊 把那个严肃的观照者先推去一边 所以这个灵纪禅食啊 有时他遇到一些人呢,需要这种方法 他就用这种赶走主人 留下客人的一个方法啊 也可以说他是把你的头脑打掉 这个头脑啊,纷乱的头脑啊 这个一个自我感很强了 把他打掉,换去心 从头脑打掉 把你带引去那个心的境界那边 是非常诗情画意 很有美感的一个境界 那就分两种来讲啊 这个赶走主人,留下客人呢 分两种来讲 一种呢,就是初级的 初级的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样子了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 一个男人,非常重的那个自我感的 要把他这个自我感暂时打掉呢 你可以给他听音乐 就把那个头脑 他喜欢的音乐,很抒情的音乐 从这个头脑带到这个心轮里面 那头脑的那个思维暂时没有了 暂时去到那个感性 就剩下音乐罢了 就他的整个存在里面 他就是音乐了 就非常的投入 就是这个字,投入 也可以说是舞蹈啊 也可以啊,有一些人用一个舞蹈治疗的 就跟着音乐 你随着那个非常这个动人的一个音乐 非常宁静的音乐 那边舞动你的身体 把你的这个自己啊 融入在那个舞蹈跟音乐里面 这个可以讲是心理学家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你去看一些心理治疗啊 心理疗愈啊 都是这个方法的 打掉你的自我 从这个感性的那一面去下手啊 那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心理治疗师 心理疗愈师 他叫你想象 你在一个湖上 晚上你在一个 很平静的湖上面 湖上面有莲花 这个湖水呢 慢慢的这个流动 然后你看着星空 星空有这个月亮 月亮是半的月 半月 而且很多明亮的星星 这个清风许许 附近还有一些蟋蟀声 还有一些这个虫叫声啊 那个 就是你的自我暂时不在啊 就剩下那个境界 很美的那个境界啊 那有的人就说 那看戏也可以啊 可以了 在初级来讲 看戏也可以的 看戏的时候 你的那个 那个自我感 暂时没有了 你就进入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电影里面 有一些是画画 画画的也是啊 有时他画到 很投入的时候 他是没有想东西的 他就成为那个 画了啊 那 另外我想讲一个就是 呃 这个 数学 那在以前我修观形的时候 就是天天观照的时候呢 那有一天我就去买这个水果 就 切了水果 买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 哎 这个 找回来的钱啊 那个零钱好像有点不带对 我就在那边想了 一算一下 算一下 后来就 哦 这个算错了 你要给回我多 呃 二十线 这样子 后来我就发觉 哎 原来你在算东西的时候 你的自我是不在的啊 你必须成为那个数学题 你必须进入那个数学里面啊 和那个数学 合而为一 你才可以 可以啊 算到那个东西出来 如果你是带这个观照 你去算的话 是算不到了 我又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所以有时候你要静下来啊 可以拿你的中学的那个数学来做一做 你就可以 可以叫做这个赶走主人留下客人啊 那 呃 再讲就是那些人在森林里面啊 很感受 感受那个森林啊 大自然的环境啊 就自己就非常放松了 也可以算是这个 夺人不夺境 那我们那个艾卡特 艾卡特 常常都有那个 有讲到一句话 power of now 也是类似这样子 他这个power of now 当下的力量 他有一点像那个禅师 没有记错的话是原物 啊 原物 客情禅师 他有讲到就是 看脚下 有时在想想想的时候 他叫你 嘿 看脚下 看脚下就是 回到那个 静 他不要在这个头脑 也不要再关照 暂时回到这个 境界那边 呃 这个 另外呢 就有讲到这个 呃 以前啊 我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以前呢 这个 我参加一个 南传佛教的一个 静心营 他就有说到 现在呢 当你很乱的时候 你 你 不要去想一些道理 也不要去呃 呃 怎样克制他 你就 呃 回回来自己的感受 好 像我现在坐着 我就感受到我的屁股有重量 呃 感受这个呃 我的手放在这个椅子的把柄这边啊 这样感受你的触觉 他感受你的呼吸 这样子 就回到来感受 啊 这个也是可以叫做 呃 呃 呃 赶走那个自我 留下那个境界 呃 是很解压的 呃 很relax 很解压的一个 一个方法来的 呃 那这个 灵济禅食 怎么样去赶走主人 呃 帮你夺人 不夺境呢 通常他是用 喝 大喝一声 所以大喝一声 他的那个喝有很多的作用 有时候他可以把你的这个境界 拿走 有时候他可以把你的这个 人你的自我打掉都可以的啊 那我们现在在讲 比较高层次的一个 夺人不夺境 比较高层次的就 比如说 呃 在残门公案里面有讲到这个 道姓禅食啊 道姓禅食他遇到这个 牛头法荣的时候 那牛头法荣呢 当时候是每天在 静坐 在这个观照观照 日常一直观照 那这个道姓禅食就发现这个 牛头法荣呢 他已经 观照到好几年了 已经有程度了 可以 可以去 可以去 呃 怎么讲呢 可以压下去那些境界了 那就告诉他说 不用再观照了 把你这个观照停 放下这个观照了 现在你可以随心自在 而因为这个观照的话 他还是 对立的 这个观照者还有那个被观的 还是在那个 对立的 那个主人跟客人 客人还是 对立的一个状态 呃 呃 他的 ego 他又不是 普通的ego 不是普通的自我了 这种观行的自我 可以讲是一种 叫做 spiritual ego 比较高的一个 自我来的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 主客 对立的状态 所以这个 呃 道姓禅师啊 就叫这个牛头法人 法荣禅师就 放下 不要再这个观照了 暂时放下 那这个 呃 维摩节经里面啊 这个维摩节 居士 他也有讲一句 叫做 不观 是菩提 离诸缘故 呃 就说 哎 你不要再观照了 不要观照 放下那个观照 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境界 啊 因为 观照还是有一个 接 跟外 外境 对峙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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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境界 还是对立的 啊 比如说 好像这个 队长 我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他们队长 这个天佛长 跟这个化骨绵长 这样 对过去 啊 啊 他属于这种对峙的境界啊 啊 当然不是 他不是随便就叫人把这个 观照丢掉了啊 他是 那个人有了观行 很久了 这个有那个观照的功力之后 他才说 哎 有时候把他 打掉 啊 这样子的 打掉之后呢 非常清静 啊 非常这个 残悦 充满一个 法喜 跟残悦的 那我们再看啊 那个诗歌又讲什么呢 那客服就问这个 灵迹禅师了 哎 你说的 多人不多静啊 可以再讲多一点吗 客服就问了 客服是谁呢 客服就是 呃 讲起来就有一点搞笑啊 这客服啊 他就 因为灵迹还年轻嘛 当时候 灵迹禅师 所以这个客服就 比灵迹老很多的 他就 客服是长老 而长老就 拜这个 灵迹禅师为师 这样人家就看到 喂 这个 这个老一辈的客服 也 也拜这个 灵迹禅师啊 那么 灵迹禅师是 真的有料啊 他是用 这样子的一种 心理策略啊 OK 那 那客服就问 这个灵迹禅师 哎 你说的 多人不多静 可不可以再讲 多一点呢 这个灵迹禅师 就 再解释了 他说 拘热发生 铺地井 婴儿垂法 白如丝 哎 就是说 一个baby 一个小 婴孩啊 他的头发 已经是好像老人家 的那个长发 那么长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 也有那个 那个自我 虽然他是一个 婴孩 一个baby 他也是有一个 自我在啊 轮回了很多次了 所以小孩子 也有那个 习性在那边 他要打掉的 就是这个 自我感 这个习性 打掉之后 就是 旭日发生 铺地井 好像个温暖的阳光 这样照在大地上面 哇 很舒服 整个大地都 很偏步了 很大的那个境界 又很舒服的一个境界 所以是很舒服的境界来的 这个 那 吴祖法也呢 他针对这个 夺人不夺境 他又讲了一首诗 叫做 秋风吹味水 落叶满长 就是 哇 这个风啊 吹到这个 温水的地方 那个落叶 到处都是 非常浪漫的 一个 很美的一个景色 所以刚才我就说嘛 就是非常 很美的 很有思义的 非常 Hard Chakra 非常心轮的 那个 那个境界来的 打掉自我之后 那我们再看 这个女禅师啊 吴祖妙种 女禅师 他又怎么 形容呢 这个 夺人不夺境 他讲的 他下的这个 Rimax 注脚 就是 野花 开满路 边地是清香 也是一样了 那个野花 满条路 都是那个野花 整个地方都 充满了 那个花香 所以你说 是非常美丽 非常这个 充满这个 禅乐的 Pittisuka 这个 充满一个 残悦的 一个境界来的 那 上一个 V6 上一个V6 上一个视频呢 我就在后面 加了 一些 森林里面的 这个 蝉蝉流水啊 这个 这个满目 青山的 那个 一个 小小 短短的视频 那个 短短的 风景视频 应该是要放在 这一个 啊 夺人 不夺境的 一个 这个视频里面 但是既然 放了 就算了吧 呵呵 所以啊 今天就 讲到这里啊 夺人 不夺境 还有两个 还没有讲啊 就我们在 下一个视频 再见 谢谢 再见